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2号星期五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之前我讲过 就是我这边可以帮忙代办这个菲律宾的公司嘛 然后呢 后来有五个朋友吧 让我帮忙去这个代办这个公司 那么我一直以为呢 大家都是办公司做生意嘛 后来和一个朋友啊 一聊天 呵 他这个目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也是我长知识了 挺有意思 我今儿呢 就给大家讲讲 这哥们呢 办公司目的是干什么 当然了 他这个呢 不是说就是灰色生意啊 他肯定不是做生意的 但是这个目的呢 确实是挺牛逼的 怎么回事呢 9月初的时候吧 他找我说让我代办这个公司 我就帮他去提交的这个各种的文件啊 申请什么的 之后呢 上个礼拜啊 就是他这个SEC的股东文件呢 下载了 因为不是那个皮下来是在马尼拉嘛 就直接邮寄给他了 因为他在马尼拉嘛 就别再跑我这那个罗斯再兜一圈了 给他之后呢 他就问我 说胖哥 我现在光有这个SEC文件 没有这个BIR啊 Permiss这些的话 我能去那些菲律宾的招聘网站上 注册这个 以公司名义去注册 发这个招聘信息吗 我说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说你要不着急的话 你再等等呗 都年底了 你现在着急招什么人呢 人家马上过圣诞了 他说 嗨 胖哥 是这样的 我发招聘息啊 不是为了做买卖招人 我是为了找对象 我一听我都惊了 我说找对象 我说 你办公司找对象 开玩笑的吧 他说 嗨 胖哥 这么说吧 我以前做什么呢 其实你也知道 对吧 那时候挣的还比较多 后来呢 也是因为这个法律问题 包括这个行业的这个业态不太好 我现在就退出了 我之前攒的钱呢 够我在菲律宾躺平的 但是呢 我也不愿意当那什么 是吧 回国 机票上和那载我一笔 所以我现在在菲律宾满家躺着 但是呢 你说我也33了 这个家里老催着我结婚 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那以前我躺平的这个状态 你说找中国姑娘 不可能啊 人家都要求这个南方上进 要彩礼 就我这能力肯定不达标 那就找菲律宾姑娘吧 但是我语言又不行 他说我的大专水平 你说能看得懂 差不多 能说吧 他说我以前的行业都是骗中国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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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也没有学到家 也说不了 主动出击 又拿不下来 所以我就想了一办法 办公司招聘 我说你这办公司招聘 跟你找对象 有必然联系吗 他说有啊 他说你想 我到正规的网站 发这个招聘信息 我上面就招22岁到25岁的这个年轻小姑娘 而且呢 要求他们提供各种的这个资料 然后呢 我说呢 招我呢 比如说行政啊 要前台其实好的 我这就可以明确的说 对吧 要财务啊 要助理啊 能打理生活的 对吧 然后呢 要这个 这个 行政啊 财务啊 等等的啊 反正吧 就是这么一堆 这些人呢 你想现在菲律宾人也需要找工作啊 好多这样的小姑娘待夜 一看 好吗 放出好几个工作岗位来 得玩命投简历啊 等我拿了这个简历以后 胖哥 你说我是不是就跟选非一样 是吧 这一个礼拜拿几百个简历 全都是菲律宾姑娘 你说你简历上有照片 有学历背景 有家庭背景 还有好多其他各个方面的信息 这我在搞对象 就不是我主动出击去挨个问去了 挨个问呢 他也不一定说实话 简历里面呢 咱不说 这个一定就是说都真实 但是好多信息 我一目了然啊 而且我挑 这不是选非吗 这个 对吧 我网络选非这是 卧槽 一听 哥们你可真牛逼 我说你这个估计当年干那行业的时候准没少骗人 就是因为英语不同 要不然你就能骗到全球去了 真的 原来这个干招聘还能选非 卧槽 真的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真的 我也是很长知识了 如果哪位朋友找不着对象 你们可以来菲律宾办公司 来看看能不能在菲律宾通过这招聘的方法 找一个菲律宾女朋友 找一个菲律宾媳妇 不过话说来吧 说一句话 就说如果你现在在想办这个公司的话 我建议你现在不要着急去办 为什么呢 马上这个圣诞季了 你去办 今年也办不下来了 基本上也是放到明天了 因为圣诞假期多嘛 基本上圣诞节 圣诞月嘛 十二月三十一天 估计十五天 十到十五天吧 基本上是不上班了 好了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吧 明天再继续到这边的事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